妈 又一年过去了 我过得挺好的 那你呢 我虽然不知道 开心和幸福是什么样子 但我也不需要感受 悲伤和痛苦 医生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只是说我的情绪 可能跟我失联了 失联 可能就像当年 你离开我一样 不过与情感失联 最大的好处 就是不再需要 受到情绪的干扰 不会再因为怜悯 而再失去什么 你怎么过来的 许总 是你 谁让你来的 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呢 你现在恐惧 害怕 悲伤 想哭又哭不出来 没关系 我可以替你哭 你以为你是谁啊 替我哭 许总 你还记得 你妈妈拥抱你的样子吗 如果之后 因为她的离开 而感到悲伤的时候 可以学学她的样子 拥抱你自己 或许这样会好一点 我教你 想要悲伤的话 该怎么表达呢 想要在怀念失去的人的时候 能感受到真正的悲伤 而不是在梦里 眼泪不是悲伤的化身 并不是哭了才是悲伤 我妈妈在很小的时候 离开了我 在她的葬礼上 我怎么都哭不出来 可是我明明是一个 连蚂蚁搬家都会流泪的人 在我身上 亲戚们都说我冷血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是因为太悲伤了 所以比起眼泪 我表达悲伤的方式 是用我妈妈抱我的方式 抱了抱我自己 是你 让我一直站在你 可以了 好的 所以你为什么不继续治疗了呢 因为没有用 难怪你那么刻骨 原来你有病毒 你也有病好吗 动不动就哭 动不动就觉得自己 可以理解全世界的人 我是情感失联病 你是情感纯佩病 也对 我第一次去做志愿者的时候 医生就说了 我是百分百公顷 而你是零公顷 所以我们才能成为搭档啊 原来我们都有病啊 对 所以我有病的事情 你必须替我保密 不然我就把你有病的事情 说出去 你是百分百公顷 所以你会更加敏感 更容易去体会别人的心情 了解他们的开心 痛苦 所以你今天才会像神经病一样 所以你能感受到我的情绪 不对 这次不一样 我以前是 只有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 但是最近我什么也没看到呀 就比如那天吃个蛋炒饭 明明应该开心 但是我却突然 很悲伤 很想哭 徐总 我好像能感受到你的情绪 你神经病吗 我都感受不到我自己的情绪 你能感受到我的情绪 也对 就当我产生幻觉了吧 就像你说你能感受到我的痛一样 等一下 你说你能感受到我的情绪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为什么大家给你唱生日歌的时候 你会那么难过 烦恼 我感觉到他现在想要奋怒到杀我 周律师你别走我害怕 我为什么要关心你 因为你所有的痛 都转移到我身上了 也就是说 你早就发觉 你能感受到我的情绪 开始我也没多想 因为我从小 就对身边人的情绪很敏感 而且你本来情绪很不平 你是今天确定 你能感受到我情绪的 就在今天 他们给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就觉得奇怪 你面无表情 但是我却能感受到你悲伤 又愤怒 所以今天在办公室 不是你悲伤 而是在替我悲伤 你走了之后 我的这种情绪变得更复杂了 心痛 遗憾 后悔 算了 算了 不可能啊 可能 不可能 我都不相信你 你怎么可能 我相信 因为 你又怎么了 我什么都没干了 你别碰瓷儿 胃疼 你今天一家都不吃东西 肯定胃疼 我去给你买药 好帅啊 就是 走走员 麻烦你帮倒杯热水 谢谢 先生 您的水 谢谢 谢谢 你跑哪儿去了 我第一次来这儿 走远了 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过来找你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 你等着 我来找你 好的 许总 不爱走路的霸道总裁 竟然要来接我 买单 怎么穿那么心慌啊 好